本红电影馆不带感量 咱们不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扎姐 今天扎姐给大家带来的电影 名叫《发狂的现代史》 讲述了四个女人 争相为一个男人现身的故事 一起来看看吧 放荡的男主人公贤大 是一名小有才华的画家 这天他像往常一样 来到大学里 找到曾经的学长金教授 询问自己当教授的事情 不想金教授告诉贤大 他没有被学校聘用 贤大听闻大呼以外 因为之前金教授答应过贤大 他只要结婚稳定下来 就能进大学当教授 他后天就要结婚了 金教授却告诉他 他最想得到的工作 泡汤啊 贤大对此很是气愤 这简直就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最想要的工作没得到 反而还被婚姻的枷锁给掏住了 老大的金教授 与众心肠的安抚贤大 他的学生呀 顺一是个好女孩 只要贤大与顺一好好过日子 等时机到了呀 他会凭上教授之称的 贤大没有办法与顺一结了婚 在家中 男人言行里还是流露出了 对金教授的不满 他认为金教授两面三刀 做事不讲信用 继续顺一摸不清两人的关系 他发现呀 丈夫与金教授表面上看起来 好的像一个人似的 实则呀内心里 却有着自己的小九九 贤大当即道出实情 他们之间啊 就是互惠共生 彼此需要而已 男人对金教授 没有帮自己找到工作 却让自己结了婚的事情 耿耿于怀 可是没有办法 生气归生气 为了工作的事 他还是要去找金教授帮忙 这天他去学校 没有等到金教授 却遇到了 来找金教授的漂亮女孩 敏珠 敏珠对热情的贤大 很是冷漠 贤大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 女人告诉贤大 他想要一个能够陪在自己身边的伴侣 已经结婚的贤大 不再适合自己了 贤大听闻 辩解到 他的婚姻就是一个交易 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关系 结婚呀 与恋爱 其实并不冲突 在明珠离开后 贤大返回了学校 终于等到了金教授 可是金教授却安排贤大 到终身教育学院教书 先积累一下经验 再做打算 无奈的贤大也只能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然后屈尊降贵 来到成人学院 为一种上了年纪的学院 教授绘画艺术 课堂上 一向放荡不羁的贤大 又找到了新的目标 那就是堂下一脸忧郁的成熟贵妇 美书 课后 贤大把美书约到小教室 一对一辅导 没过多久 贤大就得手了 女人带着紧张与站立 与贤大在教室里 展开了一场极其香艳的艺术教学 果然啊 在领略了艺术的美好后 美书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 少傅带着特有的娇羞 与贤大在街头吃起了大排档 与贤大 与贤大的精致相比 贤大显得坦道不少 他告诉美书 自己也已经结婚了 在他面前呢 不要拘束 他们已经超越师生的关系了 最后 在美书留恋的目光下 贤大乘车离开了 告别了美书后 贤大又找到了之前的情人 敏珠 想要与其重人爱活 然而 不管他如何表白是好 敏珠都没有上套 他知道 男人只是在给自己开空头支票 女人明白地告诉贤大 如果不离婚 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到此为止 在离开前 敏珠还脱下了自己的内裤 送给了贤大作为结婚礼物 并亲切地告诉男人 如果很急的话 就用这份礼物来解决生理需求 另一边在大学画室里的金教授 正对着自己的女主教做画 被绑在椅子上的女孩 一脸不情愿 告诉金教授 这是最后一次 虽然女孩明白 跟着金教授日后前途无量 即使不想成为画家 还能像学姐试衣一样 在金教授的安排下 找个好对象 嫁了 但她还是想凭借自己的力量闯一闯 金教授不明白 女孩哪里来的自信 她不依靠自己 还能依靠谁 她告诉女孩 自己并不是缠她年轻的身子 而是把她当作自己的谬思女神 他们应该是离婚伴侣 单纯的女孩最终还是被金教授给束缚了 表示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几天后 金教授来找顺一 告诉她说 之前的助教离开了 想要顺一来给自己帮帮忙 顺一听闻很是犹豫 她觉得 显大知道了他们的关系 金教授却认为 她与顺一之间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有的只是画家与密欧斯之间的共鸣 那是一种超越肉体的关系 男人呵斥顺一 他不可以将之物解为淫乱 回到家 十一将金教授要他做助教的事 告诉了丈夫 还坦言自己拒绝了金教授的邀请 显大明白 金教授这是对他的妻子动了心思 可是男人还是在继续装装 不知道 因为他的事业还在仰仗着金教授 没过几天 金教授呢 给显大带来了一个赚钱的生意 为他介绍了一个开画廊的女客户 贵妇依希 于是呀 引出了后面更加错终复杂的故事 显大疯狂追求的女孩敏珠 是一个电视台的主播 女孩呀 工作能力优秀 凭借着过人的能力 请到了金教授来她的节目做访谈 敏珠呢 还有一个长期情人 眼镜男 男人呀 是有妇之夫 在妻子家开的医院 担任院长的职位 目前正在和妻子商谈离婚的事情 眼镜男告诉敏珠 只要离了婚 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一起 而现在呀 他们一定得小心 因为呢 他要在离婚前 得到妻子家的意愿 敏珠是无奈 也只能放男人离开 一段时间后 金教授在殷熙的画廊里 办了一场个人画展 殷熙带着丈夫出席 而他的丈夫正是眼镜男 很快 敏珠也出现在了金教授的画展上 在金教授的引荐下 敏珠认识了殷熙 然后装出一副陌生人的样子 与眼镜男打了个招呼 在眼镜男离开后 敏珠便要求金教授 带自己参观一下 于是 殷熙就被晾在了一边 晚上 敏珠家里 眼镜男质问他 白天 为什么要这样做 敏珠这表示 他已经等了五年 不想再等了 女人还自责男人心里 根本不想放弃豪门女婿的生活 不过呢 他也表示 自己是绝对不会放男人 回到他妻子身边的 没过几天 敏珠跑到眼镜男的医院做检查 让男人知道了 他已经怀孕的事实 眼镜男一脸难堪的表情 让敏珠很是失望 从医院出来后 敏珠遇到了贤大 他明白地告诉贤大 他给不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要再纠缠自己 他们之间的肉体关系 已经结束了 贤大对敏珠身体的思念 正应了那句老话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接下来 眼镜男在拿到妻子的出轨照片后 与妻子摊牌 想要离婚 只是令男人没想到的是 妻子早有准备 轻松地说到 自己手上也有丈夫出轨的照片 就这样 眼镜男的离婚协议 被女人无凭地搏了回去 他回到敏珠的住处 向女人诉苦 说住好闷女婿的艰难 自己简直就是妻子家的仆人 容完就可以随意打发 此时呢 敏珠已经按照男人的安排 打掉了孩子 他对眼前的人也很失望 但是他还得争取 让男人回到自己的身边 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另一边 贤大对敏珠的思念 已经到了有些疯狂的地步 他在厕所中 拿着敏珠之前送的礼物 细细品味 回想着与敏珠缠绵的夜晚 抒发了内心的渴望 然后将之珍藏起来 好下次使用 好巧不巧 妻子顺一 在整理家务时 意外发现了贤大的珍藏 而另一边呢 贤大在教书之余 偶遇了金教授之前的女主角 男人在于女孩的言谈中 注意到了他脖子后面的瘀青 回到家后 对着家中金教授的话 贤大恍然大悟 他想起结婚时 妻子顺一背上也有伤痕 原来啊 金教授是以折磨他人 来获取冲着灵感 贤大一时难以平静 告别了妻子 找到了他的学员美淑 想要效仿金教授 与他来一场羞耻的 捆绑Play 不料呢 却被美淑拒绝了 不过贤大没有太在意 在为女人服务了一番后 随即与他在车上 激烈的翻云覆雨起来 解决内心的郁闷后 贤大回到家 与诗一撞了个正掌 他借口去洗澡 躲过了妻子的询问 然而 他落下的手机 有了新的短信 好奇的诗一 看到美淑发来的消息 下次可以捆绑着来 以后呀 男人想要怎么做 他都配合 所以一看完 随即把那条信息 给删掉了 接下来 美淑主动找到了贤大 说他喜欢上了贤大 为此 已经和丈夫离婚了 现在他希望贤大 可以重新考虑 他们之间的关系 不出意料的是 贤大一口拒绝了他的提议 男人并不想与美淑在一起 他认为 两人之间只是肉体关系 摸得半点感情 美术大失手啊 从此呢 总在贤大家门口徘徊 然而 同样难过的 还有敏珠与殷熙 为了得到眼镜男 疯狂的敏珠 将自己与眼镜男 大尺度修修的视频 发给了殷熙 殷熙看后 心情异常沉重 但还是保持着自己 明门淑女的样子 当晚 难过的女人 也放肆了一把 而对象呢 就是之前为他工作的贤大 当然呀 贤大这一番卖力的劳动 也得到了女人丰厚的报酬 殷熙呢 为他找了一个 豪华的工作室 并且 还同意资助贤大办画展 兴奋的男人 将这个消息 告诉了金教授 还告诉对方 他要结束 在成人学院的工作 专心画画 金教授听闻呀 却给贤大 泼了一盆冷水 殷熙知足他 肯定有别的目的 那样的有钱人 怎么会看上 贤大这样的懒人 金教授希望贤大 最好呀 要有至资之明 贤大将金教授的话 视为嘲讽 与其撕破脸 认为金教授的话 在自己眼中 也是一样的 肮脏不堪 然后十分骄傲地离开了 过了不久 殷熙把丈夫 约到了画廊里 告诉对方 他怀孕了 孩子不是他的 但他呢 需要丈夫 来做孩子的父亲 只要眼镜男 答应不离婚 女人愿意 把医院的经营权 交给他 殷熙就这样 留住了丈夫 接着呢 女人又运用手段 把敏珠的名声 搞臭 被电视台辞退的敏珠 气愤不已 他来到医院 找到眼镜男 而殷熙也在这里 敏珠不知道 一切的幕后挥手 正是他眼前 温婉的殷熙 殷熙表示 他已经看过 敏珠发给自己的视频 他会等着丈夫的选择 然后离开了 果然 眼镜男得到了 自己最想要的东西 便抛弃了敏珠 他表示呢 只能在生活上 尽力补偿敏珠 并不会离婚 同时也希望 敏珠不要再闹下去 在达成目的后 殷熙又找到了贤大 收回了工作室 以及之前 答应男人的一切 这一切呢 正如金教授所料 也许 这是女人早已不好的局 一个 亲力丈夫的小三 维护自己家庭的局 本来呢 贤大还想效仿金教授 对自己的女助手 实施一番 艺术上的调教 线下被打回原形 只能依靠妻子度日 然而 此时顺一 也终于明白 自己对贤大的爱啊 只是一厢情愿 贤大并不是一个 和额的结婚对象 男人甚至连婚姻登记 都一直拖着 没有和顺一去办理 醒悟的顺一 当即离开了贤大 可是贤大还没有觉得 自己有任何问题 他拿着熬好的汤 去向敏珠献殷勤 殊不知 男人的行为 被尾随着的美叔 看了个明明白白 女人为了贤大 抛弃了家庭 可是贤大 却并不是为了妻子 抛弃自己 而敏珠也发现 原来贤大竟然是一个 比自己还烂的人 当即丢下了男人 离开了 美叔留住贤大 表示自己还是爱他的 可是贤大对美叔的爱 仍旧不屑一顾 女人无数地走在街头 无谓杂沉 家中愤怒的顺音 则一把毁了 金教授送的结婚礼物 另一边 在明珠的家门口 贤大不厌其烦地 敲着女人的门 祈求可以见对方一面 可是终究徒劳无果 影片最后 金教授在警察局里 找到了妻子美叔的行李 人却没有了任何踪迹 男人发查手机发现 那个让妻子不顾一切的男人 竟然是贤大 愤怒的男人 把贤大约到了一个杂货间 将对方打得人事不行 与此同时呢 敏珠正来到了 眼镜男的办公室外 服药轻生 贤大最后抢救无效 离开了人事 而敏珠则醒了过来 时间回到贤大与敏珠的初晓时 两人在画廊相识 因为秩序相投 来了一场爱的缠绵 那场触及灵魂的欢豪 越是贤大 心中最大的执念 影片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 极为主人公的关系 实在是有够荒诞 扎姐不禁想到了 陈于信的那句经典的歌词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被偏爱的呢 都有恃无恐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击订阅 总共电影馆 扎姐和你下期再见